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午算孤王的时间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时放 港股今早早做好 行者高开后最多升过接近300点 去过28200点附近回顺 但之后升风曾经收窄只剩40几点 半天收到28122点 升了244点 升风接近1% 至于各自升了接近2% 而大市的成交相当次热 半天达到1424亿 周到美国制裁中资股今早早大幅反弹 其中中移动升了8% 中芯升了半成 中海油升了4% 另外科技股也是做好 腾讯升了4% 信誉升了6% 新能源股继续有炒作 比亚迪 长城汽车禁风 升了半成或以上 另外汽车相关股份表现相当强劲 如福耀 内瑟特 今早早上升超过一成 光伏股今早早又回吐 信誉光能和暴力协音跌了半成或以上 另外物股股也继续做好 恒大物业今早早上升了1成半 中芯金融股也向好 招行升了6% 泰补升了2% 另外还有内房和基建都做好 不过矿石 内需和豪土股 今早早就有沽压 新能源股已经炒作了一段时间 资金追回一些落后的环保股 其中是海螺创业506% 大家可以留意 海螺创业属于内地 姚协同处理沽飞龙头 在奴派炉的垃圾发电方面 都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 虽然在上半年受到首持的水泥业务 特别是海螺水泥业务增长放缓 令到整体的纯粒增长只有一成左右 不过公司的主业 刚刚提到的固费处理 和垃圾发电业务 其实增长相当强劲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上半年的收入依然增长超过三成 包括固费处理和垃圾处置的收入 其实增长了四成左右 而主业的纯粒增长了三成 其实对于内地垃圾处理方面 增长的前景来说 公司的业务都相当乐观 至于股价方面 其实海螺创业在过去一年 都主要是在$32至$40上落 而近日在$38稍微整固 今早早就再度发力 其实也有速势向上突破 顶部的动力 若然一旦能够突破的话 上网就没什么海货的阻力 首站的目标可以提到$42至$44 入市来说 开张指示位置放在10天线 目前大约$38的水平 大家可以留意 多谢各位收看